大家好,我是刘刘 今天是我们的第一期视频 在这期视频中我将给大家演示一下 如何装一台4张2080Ti显卡的深度学习工作站 这台工作站是purpose build 的 它需要达到一些技术指标 一个最重要的指标是 如果我们跑ImageNet上 ResNet 101在一天之那能够完成 一天大概是能够60个Apple左右 一张2080Ti在FP16的进度下 大概每秒钟能够处理250张图片 之前我用的是Intel的6850k CPU 这张CPU一秒钟之内 大概能够载入Resize Image 1000张左右 SSH读取1000张照片左右的速度 大概峰值时候是要用到150M左右的Io 因此这台机器希望CPU上不会是一个Bottleneck 4张2080Ti一秒钟能够处理1000多张照片 所以我们不希望在这种情况下CPU是Bottleneck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会换AMD的Threadripper 这个Threadripper 2920X是有12个核 而之前的Intel6850k是有6个核 所以的话理论上他们单核的性能是差不多的 所以争取Threadripper 2920X能够有两倍的速度 也就是一秒钟处理2000多张照片 这样的话就不会是一个Bottleneck 同时呢我还会从我之前的SATIN的SSD 我会升级成这个970 EVO 它的峰值读取速度应该能够在3个G左右 RTX280Ti要组成4张显卡的工作站有一些问题 其中最大的问题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Founders version的2080Ti RTX 它是直吹式的散热设计 这种直吹式的散热设计呢散热性能好了 但是呢它就不能每张卡这样并排着放了 并排着放的话它没有地方进气就会出问题 之前我有试过在我的主板上插3张RTX2080Ti 在中间留大概一个slot的空间就是大概一个 一直这么快 但是呢中间那张RTX2080Ti就烧掉了 因为过热 这张显卡而且特别容易hit到它的thermal limit 如果你是百分之百的使用率的话 大概在跑了半个小时之后它就能够温度到85度左右 86度它就有thermal throttle 里了 其实散热还是有问题的如果你一直是百分之百的负荷 也有其他的厂家比如第三方厂华硕 它出了一款RTX2080Ti是一个blower的设计 就从后面出风 这个设计呢你确实是可以把四张并排的放在一起的 那个设计的问题是在于它把主频往下调低了大概 100到150MHz左右 这个我觉得还是虽然方便了但是确实没有物进其用 所以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做的这个四张Founders version的2080Ti RTX连在一起我们会把它改造成一张水冷的卡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四张卡并排的放在一起 然后并且没有散热的问题 很多朋友会说为什么我会选用2920X而不是用更高级的 比如说2990WX 毕竟如果你要装这么一台机器钱肯定不是问题的 再多花个2000块钱也无所谓 但是实际的问题不是钱而是我们的能耗 这台机器我们打算用一个EVGA的1600W的电源 我在网上搜过比1600W更高的单电源 网上也有1800W、2000W的电源 但是这些电源的问题就是不像是大厂生产的 所以没有像EVGA这样的十年之宝 我之前有烧坏过一个电源 所以对电源的性能还挺在意的 话不多说 那我就先给大家演示一下 怎样把一个Founders version的RTX2080Ti 换成这样的一个可以装上水冷的这样一个版 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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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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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